这是一棵千年古树 也是人类和亡灵传输的纽带 凡是去世后下落不明的人 都能获得新生被古树传送到这里 来到这里的亡灵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 并且还会长生不老 直到人类世界中找到他们尸体的那一刻 被发现的人才会彻底从这里消失 这天金旭和大叔受到亡灵的指引 来到了这个亡灵村 金旭拿着手机想要拍下这一器官 但镜头下的画面和他们眼睛看到的却截然不同 刚进入亡灵村 他们就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眼前这个女孩正是现实世界中 那个老母亲苦寻了二十年的女儿 女孩名叫银基 在这里她是一名亡灵幼师 主要负责照顾年幼亡灵们的生活起居 银基说二十年前她是一名再读的医学生 遇害的那天她原本在图书馆看书 因为看得太晚是学长把她送到了家附近 可就在她和学长说再见的时候 学长却突然拉住了她的手 然后就搂着她的肩膀向她表白 还强行把她抱在了怀里 她奋力挣脱学长 但是后脑勺却撞在了电线杆上 紧接着她就倒在地上开始变得意识模糊 而刚才两人抱在一起的画面 正好被在家等她的男友看见 男友气得直接拿出手机 发了一条辱骂她的短信 可是当男友回过头时 却看见她已经倒在了地上 而学长在看见男友后 就抛下她匆忙地逃离了那里 学长离开后男友就慢慢走到她的身边 男友蹲下身看着银基 银基在昏迷中不断地呼喊着男友的名字 可男友却以为她背叛了自己 一气之下她就把银基活活掐死了 但是男友最后把她的尸体藏在了哪里 她也不知道 回到现实世界后 金旭和大叔就找来了做刑警的朋友 他们准备查出银基男友的犯罪证据 从刑警口中得知 那晚送银基回家的那个男孩 在银基失踪后没多久就自禁了 当时唯一的人证已经去世 他们必须想办法诱导银基的男友主动露出马脚 就在这时大叔说 银基的母亲20年来 一直都在给银基的电话卡充花费 为的就是希望有一天银基可以联系到她 得知银基的电话号码还能使用 金旭当即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们不办银基的号码后 用他的卡给银基男友发去了一个短信 普英俊看到短信时当场就蒙圈了 他以为是银基母亲的恶作剧 于是他当晚就来到了银基家 可是发现短信并不是银基母亲发的 然而就在他刚从银基家里出来时 他的手机上再次收到了银基发来的信息 短信内容有意地在暗示着他就是杀人凶手的意思 并且在信息中还在询问普英俊 问他记不记得他那晚发过来的那些辱骂短信 看到这里普英俊当场就慌了 于是他当即就带着工具来到了他家祖坟所在的位置 只见普英俊拿着金属探测仪不断地在地上搜寻 因为已经过了二十年 他也不记得埋在了哪个位置 经过十分钟左右的搜寻 探测仪终于发出了警报 找到位置后他就拿着银铲开始挖了起来 而里面挖出来的正是银基的手机 就在他如释重负的时候 周围突然出现十几只手电同时罩在他的身上 紧接着他就被警探们围了起来 最后银基的尸骨也被警探们挖了出来 随着真相的水落石出 银基露出了此生的最后一滴眼泪 随后他便伴随着金光慢慢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而他在亡灵村的所有物品也随之消失了 从此以后银基在亡灵村的存在 也将永远停留在亡灵村孩子们的记忆之中 而留在这里的亡灵们 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消失 感谢观看